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官方LINE账号日前突发布柯P旧朋友活动,邀请粉丝填写表单后,一户籍分成北市12行政区,例如KP大同第一队,但上线4小时后已误发测试连结为由火速下架。 对此,资深媒体人于梅梅则大酸,柯文哲根本是政治圈妙缠,于梅梅24日在三立正,知道了节目表示,她在学生时期曾被同学带进去参加妙缠如来宗的组织,该组织就是利用分组的方式,让参加的人向大家分享心事,而且要参加过几次后才能进阶看到妙缠真面目。 因此她认为柯文哲建立LINE群组的手法犹如妙缠,于梅梅酸说,很多年轻人加入柯的群组后,互相分享就会觉得在那边找到一个家庭的感觉,一家人,一种尊荣感。 节目另名来宾公民老师黄一忠也指出,柯文哲这种群组,很像宗教的热情,确实真的能催化,但她也称赞柯文哲这招的却厉害,等同从网络转进实体,对柯表达认可。 柯文哲今,25日,上午针对柯批酒朋友活动突然上线,又以误发测事连结为由火速下架一试做出回应,她表示小朋友好玩就开始在弄,但他们对个资法,系统的操作都没那么纯属,因此要求准备好。 弄好再来。